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月5号礼拜天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关于VPS安全防护的相关内容 想大家介绍一下 供大家参考 默认的话 这个是 就是访问 访问这个是IBM的一个技术文章 就是说修改SSH登陆的一个端口 是吧 原来是在防火箱上面就是22的 你就改 改也可以改 但是目前我是没在改 因为目前个人用的是这种服务器 也没有它专门来攻击的 你改成密钥基本上很难攻击的 另外这里就是说你把它改成这个root用户不要用 改成其他的就root不要用是吧 大家都来拆 因为攻击者从密码这个攻击角度啊 它是root默认的一个用户名 然后是Azhar谁都知道的 它就是来攻击猜测密码 密码不用你用密钥 那基本上就是很难攻击的 很难成了 就这么回事 另外一个就是加防火箱 防火箱没必要的一些端口都都关上 必要的就是开一下就行了 防火箱最好就是双向的防火箱 双向的把这个拼啊什么都关掉算了 拼他拼不出来了嘛 他他也以为你这个EPS就不行了 是吧 也扫不到了 他扫的断根他还有一种TCP pin 是吧 就是Pin禁掉 然后或者双向这个防火箱也可以的 强化一下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他通过IP地址攻击啊 另外一个方法它是通过这个域名啊 你如果里面进了网站啊 或者像这种有些服务器 你是用了域名的 域名的话 他举个例子啊 这里通过TCP这个域名攻击的话 你就是加个套 加个cloudfair的套 如果你他通过这个攻击的话 就说你这里点进去就行了 点进去他起到一个缓冲防护的一个作用 这里 他会延时五秒钟 另外一个他会把访问者的IP地址啊 抓下来的 记录到这里 这个我以前像大家就说 社区里面公布过一些IP地址 就是这种 这么通过这个方式抓下来的 另外你复杂的可以用一些这种呢 这个是收费版本的 这个是添加规则 防护枪的一些规则 IP访问这些规则 另外一个安全措施就是TLS SSL 这里点一下 这里减应该负吧 可以的 这里 然后减一下 这里啊 这里 订阅证数 这个收费的 是吧 这个不进去的 这个要收费的 另外这里 always又是https 所以打扫 这个是要网站配合的 也可以用 但是要网站双向配合 另外这里选 建议选1.2 因为默认的时候它是1 TLS1.2 这个这里这些选项全选项 好了 是吧 这个默认用它这个UniversalSS 目前各种博客啊 这种网站是够用的 这里 看一下 这里是创建证书 这里创建证书 证书的话 我这个证书用let's crap的 就是这种最大的一个 免费证书网站用 没有用这个 大家如果有兴趣用 cloudfair证书的话 也可以这里创建一下 这里是要升级的 要另外付费的 基本上就是这么 目前常用的 就是这几个选项 接下来下面里面是DNS的一个设置 设置的话 这个收费的就是说 是要自定义的一个 域名服务器 另外这里 这个要域名用上 配合的 我以前做过视频的 向大家介绍 就是这里 这里可以 就是域名 这个加密 这里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些措施 目前自用的话 我不建议就是说 IP地址 这种 别公布 如果域名网站的话 你公布了那 攻击的话 只能用这种方法 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借助 这种 专业团队的力量 对你来说还是可以的 你自己去个人的力量去 应付这种攻击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的 我也建议就是说 你防火墙的话 借助这个 这是欧逊的一个 云防火墙 就这里 毕竟它这个公司的 技术力量比自己个人 比你个人来的牛 但如果像 Linode的这种 没有这种 云防火墙的话 那你只能自己借了 就这么回事 最后 谢谢大家吧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